请看接下来这个例题是科学记号的比大小 好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科学记号 科学记号呢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A呢是介于1到10之间 可以等于1不能等于10 那这个N呢是整数 那当你要比两个科学记号的大小的时候 我们的原则是这样 先比次方 再比数字 先比10的那个次方 N次方的次方 先比次方N 再比 如果N相同的时候 再比前面的数字A 那当然如果次方就已经比出大小 那A就不用比了 先比次方再比数字 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呢 4.458乘以10的7次方 还有呢 9.597乘以10的6次方 这两个数字的大小 怎么比呢我们先比次方 一个7次方 一个6次方 那当然7次方的比较大 所以呢 答案就是4.458乘以10的7次方 比较大 比较大 比较大